詞曲 曲 李宗盛 吃的就是四年運動會跟這個 亞洲四年運動會跟世界運動會 就在去年的時候同時 舉辦他又拿的兩個冠軍 所以去年他是五大三 五冠選手 我覺得他當然是空前 我覺得甚至有可能絕後 因為你要這麼重要的比賽 同一年要產生 然後又要拿冠軍 不幾乎什麼 挑的 挑進 打球的對峙 可以進攻 酷 九號球留在右邊的邊褲附近的位置 這個姿勢有點夠 還好 穩住 穩住 最後兩桿 九號球盡量要做一顆直球 好 我們要恭喜范小婷了 恭喜范小婷 絕地反擊 經典的戰力 從1比4落後 最後5比4返超 漂亮 有 有 哇 這個7號球準金漂亮 2號球稍微偏左邊進去 然後母球 往這個地方走 這球難度有點高 結果打得太整顆了 唉唷 這樣反而是不是可以走一個捷徑 直接3球碰 對 這個球不碰白不碰了 所以我們看潘小婷選擇一個3球碰 這個因為9號球跟3號球的位置還蠻直的 所以這3球碰成功率有超過6成 先喊延長 這一盤就這一桿了 所以乾脆 對 先請求延長 沒錯 好5球 3球碰 碰鏡 好球啊 有 運氣怎麼樣 敲一下2號 2號球也進了 哇 還直接做到3號球 對 比較薄 他如果剛剛 他的意思是說2號球不要進的話 2號球還可以再修正 我們看潘小婷選擇薄球 進 哇 整個太穩了 先往前 往後退個幾秒 好 最後是不是Game Ball呢 對 Game Ball 9號球順利的打進 這場比賽 潘小婷 有 有沒有 9號球進 這個球 拉幹哪 怎麼讓自己陷繞自調的情況之下 上繞進了 這個球剛好很直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左賽到了 第一顆星之後 他反應沒有出來 解球 用力的 看能接近之後 再做到4號球 有沒有 有 哇 這個球 這個球 振奮 人心 這個人心是指他個人 還有他的粉絲團 然後 然後 解的好 老天爺也幫個忙 大家看 看小婷 這局可不可以順利拿下 再來一個輕功 我們剛剛已經講要輕功了 他這個輕功 底子不好 這個球多跑了 哎呀 他在右手最後送乾的時候 那個K點還稍微有點用力 這個5號球應該是要做中袋的 還是可以做到中袋 那 母球跑路線要衡量了 他如果打太薄的話 這個母球 會不會洗袋 還是說母球敲到9號之後 會有做球上的一個不 不穩定 不確定感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球 右手 有旋轉過去 要趕快碰顆顆星 不然會洗中袋 這樣子的話 剛剛又多跑了 6號球本來是中袋 現在又跑到69碰也不好打 直接進攻也有點小小的壓力 進球上的壓力 左下角 走到這邊拚了 母球小心也不能敲久 有 好球好球 莉莉皆辛苦 這個 一顆球沒做好 沒處理好 就會造成後面的球 打起來 會格外的辛苦 然後剛剛這個6座7也 稍微力量不夠 這球選擇了下第一單 打進就有了 用刻意做球 對 沒問題 潘小婷目前是1比5 9號球 好球才球的問題 這個球要抓兩顆星 趕法柔一點 兩顆星剛好撥中袋 好 對 兩顆星剛好撥中袋 這個角度大 OK的 因為 反而希望他角度大 因為這個球很簡單的 右塞兩顆星 對 走到這裡 5比8 5比8 我們來看 不要太大角度 基本上是OK的 這個球很大膽的 因為整個手感 跟 精氣神 都非常的專注 所以剛剛那球選擇 一個用力鈍桿 潘小平安多瓦 好球 潘小平 我們來講 不能做太子 還有9號球的問題 危險 危險 這個球 這個球如果再多跑兩步的話 連在一起 不是掉球 就是變成很不好打的 8號球 我們剛剛有提到 所以潘小平是抓 下滴桿 下滴桿的路線就是在這裡 可惜邊上應該不受影響 打6號打的稍稍的厚一點 然後6號先碰到左邊的庫邊 再借7號近帶 我們看潘小平剛才也是 瞄的就是那個位置 這個球也要稍微小心一點 打一個刹車球 就是滴桿的右塞 為了讓母球能更快的停下來 嗯 嗯 專注的眼神啊 嗯 又一次把分叉拉到分鼻 嗯 嗯 嗯